剛剛藍老師有跟我說 因為這樣談可能會很抽象 因為很多東西其實大家不一定看一次那個印象那麼深 所以大家在想的事情有什麼態度 對 所以可能等一下我會建議說 大家可以到桌邊去直接圍一圈討論 尤其以四位民主為主 可是在之前如果這樣一桌就討論其實會很久 所以我比較希望的是說 先overall 對於整個project有什麼概念 那我們再去 不一定要每一桌都待那麼久 如果說在第一圈的討論有一個比較大致上的理解的話 可以就幾個印象比較深刻的再去做討論 這樣兩小輪可能會比較直接一點 這樣可以嗎 最後打分數是我們四位 只有我們四位 對 可是我會建議說如果在討論的過程 可能我們有什麼特別的意見 我是覺得加入討論 這個是沒關係的 只有最後的判斷自己 就是 可是我們只要選 最後選一位 對 打分數怎麼打還沒決定 就選一個這樣 最後最後是一位 但是我們如果是要投票的時候 你們要 最後要誰就決定 其實我們可以決定一種機制 對 對 不過方式不一定是用我們最多的時候 先看完再看 對 所以說平均的會真的會拉的 會持進來 所以先overall的談一下 然後聽完大家一見 我覺得我們假如我們四個人 都找個三個交叉 之類的 這幾個去看 然後有誰覺得哪一個 他特別要贏的 那也容許一下 如果說 談的過程裡面突然有一個project 你完全沒有什麼印象的話 可以離座去看一下 沒錯沒錯 再回憶一下 後來可能會 可能要請那個camera不要拍出來 OK 那我們就開始吧 其實以世衛為主 所以看你們誰先開始 來談談你覺得最overall 都有幾個project 都有感覺 或是overall的整個大comment 沒關係 不過我覺得總comment 其實可以留在各學生 那我們比較focus在現在的project 我先講 老實說 我的題目挑戰度蠻高的 因為其實他面向蠻廣的 其實還是會引導到 你必須要有一個具體的建築 幾乎每一集都有 所以這塊就走了 另外他要再去詮釋 這個老房子 再去詮釋這個作者 他要再 這裡頭 是一個高難度的挑戰 所以我覺得 那他們回答的 我覺得 回答那裡頭 就是 有的是 比較是那種幾乎是 就是 他沒辦法消化 所以他變成是 對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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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災取的東西 然後對應空間 就是這樣 這個大概至少有一半 那這種的 我會覺得太直接去看 但他如果不能把它串起來 這種方式是容易做問題的 另外就是 如果你沒有直接對應的話 那就必須要有一個很清楚的核心的 一個concept 有一些會有這個concept 有一些其實還是掉到一個破碎的關係 我會比較提出的那種 比較有清楚的 整體的詮釋 然後 他的詮釋方式 不是太 不是太 就是 一句話 對應什麼 那有什麼特別的 還是 特別的第二段 有沒有拿起一個作品 我覺得 在你的第一個 hierarchy 會有 不過 不過 這樣講 OK 那我這樣講會影響他的 請問姐 我覺得 差不多 但是有一個剛好相反 我覺得 如果說 從他的這個文本 然後到空間 到創作 這樣去 這條線去追究的話 其實是一個 確實是一個很不容易化 並不容易化 可能就是因為這樣 我發現我後來比較喜歡 反而是斷練 就是說 就是不要 腰子去搶那個 就是 就切開 就切開的話 他 傷後可能在這個 練習上會比較拉 對我來講 其實是拉屁 他就是 他可能沒有 你說什麼東西切開 就是說如果文本跟空間 OK 就是這樣就可以 不用太追究那個 因為很多追究進去 他的plantation 可能都還蠻有味道的 要把那影片的剪 可是畢竟十天的空間演練 一下子要link到這邊來 那個斷場會比較明顯 反而我體會到的是 在空間 也就是歷史建物的處理手法上 如果他有一定的切割的方法的話 他的案子會比較容易發揮 那當然你可以去追究他切割的方式 跟他的文本 他研究的是這個 是有沒有關係 但是 畢竟那一塊是很猛 所以那一塊反而有的時候 你可以 我可以let go 這樣 大概就是你說 直接從空間的抗扇 好像就 我覺得這樣還比較容易做這個 所以不用講 對 怕影響到別人 對 怕影響到別人 我就是 我就是 我們看這種東西就是 你要覺得 我還講回到牛肉麵 就是說那個 那個 因為既有的建築 那怎麼樣讓他變得 把他的特性發揮出來 變成 either 他能夠把 他要講到這個人的故事 或者重點 都結合在一起 讓他最好 那就是很高明 很像 我們看 Louis Han的建築 從concept到detail 就是 鬥意一貫之 那 如果不是 至少他能夠把那個空間的特性 創造出來 那 我看他 這個 做幾種 第一個就是 大家都覺得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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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宮 要不要打破 因為很多人 打一個 飄高 而且光 進來 沒看別人 我們建築師 就喜歡做的 有的是 向外拖著 我看有一些是 往外 然後打破 那個 皮層 然後甚至可以爬上來 可以爬上來 直接到二樓 創造另外一個 洞線 那個洞線 反而參觀來說 當然是 很重要 對不對 那 有一些 我覺得把那個 建築發揮的蠻好的 就是像 一個RAM 那個 那個 因為 這個 因為它有一個外面 它有一個裡面 它把它中間 變成一個RAM 然後 裡面 外面 又有一點 那種 中文聯的味道 我覺得它也是 很不錯 還有一個 最新奇的是 把自己畫 做大事 在NUDR上來 覺得很不錯 就是說 它創造一種 空間的經驗 那我們不去講內容的話 這個空間經驗 也是 也是 滿不錯的 因為 有的影片 製作比較 比較 發力氣 像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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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影片 它自己 自己做的 像有的 是Clip 是Clip 對 我覺得那個 也是 也是 這個 它陳述的一個 很重要的效應 你的前三面已經 陰遇了 對啊 看這個影響的人 很韓序的 就是講這個 我們那個 像我們這圈上去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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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韓國人 老孩子好不理的 不浪費時間 對對對 快點直接就結入 宇洋呢 因為我是書題人嘛 所以 我在看這個事情 肯定會帶著 後面很多其他的 背景 因為想了三個月的事情 然後 我現在反正是 其實有幾個想法 在同時 在漂浮在我的腦中 第一個就是 就轉譯的事情 Translation 就是 因為文學 因為我們在這裡 涉及到幾個創作的人 一個是文學 一個是電影 一個是建範 那麼文學 其實它是 可能轉譯我們的生活經驗 轉譯一個社會的一個現象 轉譯歷史 就等等等等 那麼它用文字 它來表達 那它的藝術性 跟它的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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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它的邏輯 還有一些關係 那麼電影當然也是一樣的 但電影可能更多一個層面 就是它會有所謂的 空間的層面 雖然是影像的 然後 當然 在我們這一次這個命題裡面 它是電影是轉譯了這個作者的生平 它的 它的 它的創作 那麼 我們給的這個題目是建築 那建築其實 就是我們知道在這個裡面 它可能 比如說肉絲文學 是靠這邊 我覺得電影在這邊 建築在這邊 就是它有一個 一個度的一個差別 然後建築因為 我們 作為就是專業 或者一個職業 它又是一個 非常practical 一個非常實際的 因為 面對到很多 可能構造啊 安全啊 等等 這個材料啊 這些問題 所以 所以我在想 建築它在創作這個時候 它的轉譯是什麼 它怎麼去轉譯 文學上的東西 或者 或者 電影上的東西 怎麼轉譯一個 我們想像的一個 內容 或者說 建築這位作家的視頻 就是說 這個是一個很 就是 我在看這些 學生的這個創作的時候 我這是第一個在想的 所以 第二個問題是 這是一個 十天的一個題目 但它可不可以是一個 三個月 就如果它是十天 它的成果 跟它是三個月 跟它如果是 你一輩子的thesis 你的做法會是怎樣 就如果說 你有一個房子 不是說一輩子 就是你可能要做個十年 比如說你剛剛做的律房 它經常有項目 它是做個十年八年 然後 中間死掉 然後它又不斷的改它的方案 然後最後 形成 是它死了 對 當然它也死掉 就是它的項目也是會停掉 然後又回來 然後 就是它那個創作 其實更多就是像一個 作家寫寫書 然後他可能寫了好多好多年 然後改了武術的稿 最後它形成一個 還有出版的那個版本 跟它建成的 就是有這樣的一個 時間的一個差別 所以當你在想一個題目 它今天是學生是第一稿出來 不要說第一稿 或者說它就是最終一稿 就是這個也是一個很有趣的題目 就是時間在跟我們在創作的時候 因為一個 competition 這也是我們經常面對的問題 就是當你在做一個行業的選擇 你是在有很強的問題 是你希望贏到 你希望爬出來的 你從我是業主 或者是評委 是看得出來 然後 比如說如果是一個 比較商業的 或者比較這種 實際的項目的時候 你的策略 跟一個 所謂 idea competition 就經常我們也會 年輕的時候會參加 現在會參加 那種概念的競賽 概念競賽 你就是為了要出名 或者為了要出版 或者你更深層次的是 你要把一些想法 透過我們 一種方式 一種理解出來 所以目的又不不一樣 那麼今天 其實這是一個 我很關心的 我不是在提供答案 我只是因為這個事情 開始讓我想到 這個層面的事情 那麼還有一個層面 就是建築學的本體 它自身有哪些東西 是其他創作領域 是進入不到的 那這個其實是 又更大的樓 所以 因為我們選這個房子 當然會好像有一點 就加入我們的料 就是又是 又是一個老的 老的層區 雖然我不跟人家說的 勸責 但是很容易就可以感受到 它的歷史層面 就像我們今天跑得很 很容易就跑到那一塊去了 那歷史 然後這個房子本身的年代 一百年跟五百年的房子 或者一百年跟五十年 或者五年前的房子 就是這些到底在我們的創作上 用什麼樣的態度去看這些問題 然後 當然就是我出這個題目 也是 當然一方面也是因為方便 就是我正好有這樣的一個 搜索資料 然後它的坡面 我們講的這個 就公布的這個坡面 在很多事情上 我覺得很有趣的 一個很純粹 很簡單的 就我們講 就是有什麼人 你要學的第一個 什麼什麼什麼技術 它就是 就是建築市場 最簡單的一個 第一步 你就要學在這個簡單的平面 這個坡面 你怎麼去規劃 這個動線 就回到一個最原始的這樣一個建築 建築空間規劃的這個層面上 到底哪一個 才是我們講的建築 建築空間的這個事情 跟其他的創作領域 都是一樣的 所以 我覺得這個也是一個 可以去想的 在這些學生的這個處理 然後 我們同時要配出 幾個 幾個程度 就是 比如說這個VIL 它是一個 有的學生他會在 Videos上面 他會在做二次創作 有的他是 據他們說是 比較是 Edit的方式 他是寫一些 寫一些片子 所以他把他的力氣 他的重心 放在畫圖上面 所以每一組 他又會有選擇的信 我們如何在 同時就是 信息很 這也是反映現在 當下社會 你任何事情 在做任何題目 它可能都有很大 巨大的信息量 你如何去Edit 這些 去拿出你想要的 你所需要的 然後你如何去轉譯它 然後你如何去 你如何去 在這麼多的不同的 媒體的情況 就是我們有 Digital的 我們也有這種 直面的 平面的 Curve 然後我們也有 Craft 操績 我們要做很大的 VD的東西 就在這麼多的選擇裡面 作為一個 主播的一個學生 你又如何去 去 去 approach 這樣的一個問題 所以這可能呈現 就是說 剛才 蠻好說 這是一個很高難度的 所以我覺得 承認 因為 在我看來 我是把它想成 就是說 如果今天這些事情 是在我的面前 有六種東西 可能這六個東西 會一直跟我們在做建築 研究建築 對 它是一個 它是一個 它是一個啟頭 但它可以托 是一個終於 就是建築再做三個月 建築老師們 三個月要再 放假 開玩笑 所以我有點感覺 它就是一個呈現 就是我們因為 很多時候 做建築 因為現在會有一個 有個趨勢 特別是對學生也好 對一些所謂的民心建築師也好 就你做的東西 要被拿看 就被看 被斬 這個事情 那它又對你建築有什麼影響 因為你可以說 在某一個年代之前 斬又是一個 在你創作的時候 你會去想的一個事情 當然可能從科目之後 已經是沒有去的路 那麼當然還有很多 大量的建築師 它不是拿過來斬 它們被斬 那個時候 建築師也就是 那不是在今天這個題目裡面 可以深入去看 但是我覺得它又提出這樣的功能 就是斬 跟我們的創作 跟它的內容 代表的很深 就是剛才 我在前面有一組 它裡面講到 比如說 就是那個影片裡面 當然是講這個作家 我要查一下 這是哪一個作家 他說就是 風格 就是 Style 那種類型 講一個文學的風格 應該是 對 它的風格就是 它 不是在它內容 不是在它針對的那個題目 它的風格 它的思大 那我覺得這個也是一個很有趣 因為風格是我們能夠 就是看到的 音樂 它可以跨不同的時間 因為這裡面很多組都會 因為這個是一個時代背景 就是這些作家生長的整個 這個年代 它有大時代的背景 有些是從大陸過來的 那麼會帶有這樣的一種族群關係 等等等等 那些更難以說清楚這些層面 那麼 那在年輕人 比如現在的小 現在的學生讀他們的詩 他的感覺 就有一組講到說 就有一組的這個影片裡面 就是他們去訪問那個 台大的詩社 就是我們年輕人在念這些詩的時候 他們會說 我聽到我看到只是音樂 是敲打音樂 是節奏 我並沒有感受到 像當他講那個詩的時候 我沒有那種歷史性質 因為我對那種完全沒有錯 但是我可以感到很重 就是我們閱讀的一個內容的時候 他的另外一個層面 就是音樂信念 那我覺得這個方面 當然建築也有那個層面 那我覺得這個方面 當然建築也有那個層面 就是說這個層面 建築也有這個方面 它的這個房子的歷史性 它的周邊 就是一個開頭 我覺得這個討論 可以是在不同方面 但這些我還是比較 比較凌亂的一些想法 所以 並不是說針對美衣傳 或美衣傳 我建議一下 剛剛宇洋提的 其實 有一段蠻有感覺 你在講轉移 第一個是講轉移 我覺得轉移好像 對我來講 你提醒了我 我好像還蠻可以的 就是說 我剛剛一開始講說 可能也除了說要一次 另外一個是拖開 把它切斷 好像有一個便當 好像就在講轉移這件事 我後來再想說 無論是文學電影 它要落實到一個 歷史間屠的這種 切入點的方式 它有可能就是 所謂的轉移 那個轉移 在這個練習裡面 我會覺得 構成 或者是構造 或者是構築 只要某一些作品 比較touch到那一塊 好像 我會比較覺得它有轉移到 那有的東西 可能它 maybe那個空間 九宮跟格子空間 變得 地下是有什麼 的樓加成 但是如果那些東西 沒有touch到 我剛剛提到的轉移的時候 那個maybe它還是不見的 就是說 所以我會覺得 欸 我這樣有脫落 我要講喜歡哪一個 可以慢慢脫落 可以慢慢脫落 所以我覺得 你的轉移對我來講 好像就是這些事情 這個 這個題目 我聽說很難啊 其實確實很難啊 因為其實我們建築師 常常 尤其你做到展示設計的時候 今天就是人家戴帽子 好像已經政治不正確 或者對這個題目 認識不清楚 或者這樣 其實像這幾個作家 光是這個 在島嶼寫作這個影片 絕對cover不了的嘛 是的 每個人都可以有不同的說法 每個人都可以講 他認識的林海林 跟他不同的觀點 講的語心 所以永遠 如果真的要完全正確 內容正確 思想正確 政治正確 的話 這是你永遠做不出來 你就是擔保 因為永遠不會有定論 永遠不會有定論 永遠不會有定論 才是我們這個社會 應該有的轉報 可是我們作為一個建築師 或者我們交大的建研所 不管怎樣 我們還是在做空間和異鄉的演示 對不對 那所以 可是這個事情重不重要 這事情難道比內容不重要嗎 絕對跟它一樣重要 對不對 因為這個事情是 就是一個轉移的結果 我們看到的這個東西 我覺得不正確 已經有關係 就像以前這個 Peter Eisenman 要讀多少什麼 戴瑞達的哲學家 你看得懂嗎 看不懂嗎 對不對 人家讀哲學的人 是從希臘哲學 一句話 都有不大的差別 我們都不是讀建築的人 看看 我們其實是拿來做 inspiration 我不是拿來做 instruction 對不對 那你拿什麼東西 做 inspiration 來做一個靈感 做一個主題 我要詮釋在這個空間上 這是我們的工作 這事情怎麼不重要 這事情當然重要 因為只有做出來 只有take form 人家才能來批評 人家才能來 站演一 對不對 所以我說今天 他們講的是那個 我看到很多兒子 甚至這樣子 好像對於光宗的那個 中國中國的事情 批判的很厲害 我覺得是不必要的 因為你不懂他 對不對 就像那些台大師社的學生講 你不懂他 那為什麼不講 他寫一大堆文章 對不對 我們也都看過 他講Belowse 因為他在六零年代的時候 對美國的搖滾樂的 他認為這是心思 寫了很多文章 你不去讀那個 你不去講他這些東西 對不對 所以他的body of work 大到一個程度 對不對 看你找哪個東西來講這件事 要反映在這個空間和建築上面 和他的形象 那如果我們太在意 整個 content 其實我們也不懂 對不對 人群人號我從小讀的 我都不懂 我讀過一些無聊的事情而已 對不對 我們不是專家 對不對 真的要研究一下 研究不完 整個不管有不同的面向 不過他最後還是要明確出一個 他的statement 最主要是要透過 這些後面做的來呈現 但是電影是比較不同的format 電影是虛擬的空間 所以電影跟這個之間的關係 但是他剛提到那個光宗 他那個叫什麼斗士嗎 斗士 斗士 不是 斗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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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那個 但是他的那個statement 也是很強烈 有強烈是好過沒有statement 對 對 不過就像你這個東西 有沒有做出來 對不對 我們這個idea 跟你的這個 你的concept 跟你的體現 空間上的 有不關係嗎 對不對 所以你又說不對 馬嘴就不好 對 他那個去把他放到 宇光宗的那個 就是在政治上的 那個爭議性上 在反映我們現在台灣的角色 其實對政治也蠻不一樣 喜歡碰的這樣 對 我只有那個這樣提 不過宇光宗因為 曾經被反映 對 現在開始被K了 是因為他現在政治的分局 然後你以我一件 我覺得他比較像是 對 其他老師有沒有什麼 如果沒有我覺得可以進行下一個 我覺得可以進行下一個 就是對 開始才能做 不要逃避 我覺得 因為一講就 我覺得 三個人先填三個 交叉一下 然後 然後再談 所以你覺得先不要先談 因為你看就安心 你要到什麼 好 那這交叉出來 再去看有幾個高構思 我們來統計一下他們 就直接把後面的白子拿 交一張過來 簽個名的上面 對 主事責任 對 不是裁割嗎 這不是裁割嗎 那給我就可以 共識 健忘者三個 看一看 你覺得那天錯了 那個假如交集出來 算第一階段 那就開放台 就不會被別人影響 就不會被別人影響 說不定 這就是